台北车站 坐电斧梯大家还是习惯靠右边 你看还有咨询啊 有个接着一下 出站了 这里是台北火车站的大厅 哇 已经有叶丹节的氛围了 现在时间还早6点多 人还不多呢 火车站内还是会有一些游民的 台北的街头还是会有一些游民 不过现在天气凉啊 在这里面遮光地雨一下也是挺棒的 现在走到台北车站东边的门口外 这里有一个旧的火车头 天色已经逐渐亮了起来 这里就是台北火车站的主建筑 还是非常大的 感觉特别大气 天空逐渐变蓝 也可以看到街头的人潮是越来越多 大家都准备上班上学去了 哇 还过不到10分钟 火车站里面已经都是人潮了 时间到了 台北醒了 转转转现在又要下去了 买了个麦当劳 吃了个早餐 上了个厕所 换个车 准备出发到花莲 这下午4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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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漂亮 哇 海边 龟山岛 哇 海边 龟山岛 哇 海边 龟山岛 宜兰车站 天空超级蓝 今天的天气超棒 果然是有好运气 要出门 整个气候好了 心情也变好了 瞄准花莲台东 出发 这里看到的应该是雪山山岛 这里是中间的一个小车站 叫做中理车站 不知道为何在这里停车了 不知道为何在这里停车了 这里倒天还是很多的 属于蓝阳平原 这里是宜兰的东山巷 就更靠近山了 这台湾最特别的景致 右手边就是山 下面有和和火车的左手边就是太平洋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